天冷了,今天我做了黄温鸡爪鸡翅包 有肉有菜有主食,一锅搞定美味的一餐 清洗干净的鸡翅,两面划刀 鸡爪剪掉指甲,从中间剪开,这样熟得快也好入味 凉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一分钟,撇去浮沫,捞出备用 配菜我这里是洋葱,土豆,胡萝卜,分别切成小块 锅里油热放洋葱,姜蒜,爆香 放鸡翅和鸡爪,调味只需要放一包这个好吃的黄焖酱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翻炒均匀,加入半罐的啤酒和适量的水 盖上盖子,焖20分钟 这个时间咱们来做小花卷 我用的是馒头自发粉,不用放酵母 300克面粉只需要加180毫升常温水 搅成面絮,下手揉成一个小面团 不用发面,放到面板上,直接擀成一个大面片 零点食用油,用刮板抹匀 撒点干面粉和盐 两面对折,切成小段 两个螺在一起,拧一拧一个个的小花卷就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饧20分钟 鸡爪和鸡翅炖差不多了 把土豆和胡萝卜放进来先炖个5分钟 最后把饧好的花卷也放进来 盖上盖子,再焖10分钟 咱们的黄焖鸡爪鸡翅焖锅就做好了 沾满汤汁的小花卷,又鲜又软 土豆绵软,鸡翅和鸡爪脱骨又入味儿 现在天冷了,吃上这么一锅 真的太满足了 喜欢你也做给家人吧 涂满足了